今天好早安就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2015年首里戰隊 仁仁者的獅子霸王 獅子霸王城 的一個 算是蠻大件的套組 可是因為本人之前 已經有介紹過所謂的美版 所以我一直覺得 日本的比較小隻 美國的真的比較大隻 雖然現在看起來 它還是很大 可是因為之前有介紹過的 沒有什麼塗裝的美版 所以相較之下 個人就覺得這種所謂的日版的 真的比較小隻 可是另外有一點比較好一點就是 日版的塗裝 精緻度來講 我個人覺得日版完勝 可是因為個人是蠻喜歡大隻的一種設計感 所以個人還是覺得美版的不錯 日版的其實也OK 就是看你個人喜好 然後獅子城這麼大隻 可是我卻發現它沒有電動功能 有點可惜啊 因為它的唯一的電動功能 就是在那個手裡見的那個 手裡見站隊的那個飛鏢上 它並沒有其他那個頭飾 飛鏢頭飾上 它其他地方並沒有電動功能 所以有水 有聽到這個聲音啊 有那個輪胎的聲音啊 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動的 然後它人形的形態時 變成獅子霸王的時候 也是可以動的啦 基本上就這兩種可動性啦 然後 就開始介紹 前面看這樣子 嘴巴這邊是可以打開的 可以收起來 也可以往下拉 往下拉的時候 是可以到時候人形的時候 是可以裝上所謂的那個 紅色的人樓啊 我是覺得它這一次的這個設計 我蠻喜歡一點 就是 它的這一個紅色的那個 人樓的部分 它是其實是可以彎的 它可以彎成這個樣子啊 就是 基本上這個手裡見 站隊的人樓都有一個特色啊 就是它可以 坐著 可以坐著的造型 個人是蠻有趣的 然後在獅子成形態時 它是可以像這樣子扣在後面啊 感覺就是 站著這樣感覺 然後這邊有兩把 像是槍的 這時候狀態是槍啊 然後大合體的時候就會變成握把的功能啊 正面看這樣子 另外一面是這樣子 然後底部是這樣子啊 底部就看到這邊也有輪胎 是人形的時候 可以用的 然後它要變成所謂的獅子霸王 其實很簡單 反正就先把人拿掉 然後後面的尾巴拿掉 它尾巴可以分成兩個啊 就是變成 巨型手裡件啊 這個樣子 然後就先把它立起來 立起來 立起來 後 手往下撥 往下撥 變成這樣 然後這邊 就可以看到它那個 手裡件的飛鏢 然後聲音有兩種啊 這邊可以按聲音 然後是裝的是小型電池啊 好像快沒電了 聲音好小聲喔 就這樣 就這樣走 然後獅子頭可以拔下來 它拔下來是這樣子 還有一個連接的關節 所以不是硬拔下來 拔下來後 這邊扣起來 扣成這樣子 然後旋轉 變成這樣 變成這樣子後 兩把手裡件 跟它各自手各自拿著 手各自拿著 然後嘴巴打開 這邊有 座位區 讓它的這一個 獅子層的這一個 扣上去 像這樣坐著 這不就好像坐得太好了 你看它坐得沒有很好 扣住 扣在這裡 坐好後 它的 臉 這邊 剛剛的手裡件飛鏢臉 打開 開關 扣上去 這樣就變成獅子 這樣就變成獅子霸王了 這樣就變成獅子霸王了 然後聲音再給大家聽一次 剛剛有點遠 拔掉也有聲音啦 我好像忘記轉過來啦 在這邊沒有錯 這樣子 然後另外可以跟之前的 可以跟之前的手裡件神 可以坐在這裡啊 但因為本人現在沒有拿 因為手裡件神要到時候跟那個 野牛王跟手裡件神 他們三者可以合體 所謂的中級合體啊 有到時候介紹完野牛王 再一起介紹這一組啊 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啊 有興趣有朋友考慮去買這一組 獅子霸王啊 雖然沒有美版的大 可是我個人覺得精緻度比較高一點啊 算也是一個蠻有趣的套組啊 而且它的可動關節我必須講 因為它多這個腰可以動啊 所以 多了還蠻多地方可以旋轉的功能 還蠻有趣的啊 這是所謂的 獅子霸王城 或者是獅子霸王前面這樣子 武器就只有這兩把手裡劍飛 巨型手裡劍飛鏢啊 然後可動關節除了腰部以外 其實就只有這個所謂的 我們講的神像關節啊 就是肩膀的部分啊 有興趣會不會考慮 今天影片是